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今年暑期档有三部热剧刷爆屏幕 第一部是引起巨大争议的《我的人间烟火》 另两部是口碑和收拾齐飞的《莲花楼》和《长相思》 这三部剧的主演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同一档综艺 这就是由何炯领弦的《你好星期六》 在快乐大本营挺播后 接档的《你好星期六》就成了《芒果台》的王牌节目 《你好星期六》更懂年轻观众的心 在暑期推出了《好六看好剧》的《特别企划》 得到了万千剧迷的热烈追捧 推动节目热度和收视率节节攀升 从收视率来看 这三部剧的节目特辑也是近两个月收视率的前三名 其中最新播出的《莲花楼》专场 以0.5982%的收视率排名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我的人间烟火》专场 《长相思》专场以《微弱劣势》排名第三 这也算是三部热剧在综艺赛道的另类PK 《莲花楼》专场笑到了最后 从综艺效果来看 《莲花楼》专场的确是最好笑的 最大功臣就是剧中的《南一号》成毅 它是极其罕见的扬州曼体制 每个游戏环节都能贡献名场面 它的高光表现又离不开一个人 它就是处处对成毅偏心的何老师 第一个游戏叫《少侠嘴好流》 开始的题目是画肥挥发 成毅猜拳胜出 先发起进攻 成毅其实很足地喊出了第一个字画 同时举起了莲花 指向对面的秦肖贤 但他就说了一个字 就没了下文 全场突然安静了几秒 大家才反应过来是成毅理解错了题目 成毅有点尴尬 何老师忍住笑 他走到成毅面前 提醒他要四个字都说 还耐心地安慰成毅 说不要怪成毅 因为也有逐个字接龙的游戏 又说刚才成毅只是测试了一下麦克风有没声音 确认声音正常 挑战正式开始 成毅弄懂了游戏规则 但他的反应还是比较慢 在杨迪的怂恿下 六个门专门针对成毅发起攻击 成毅明显招架不住 何老师当即宣布 两边的队长休战 六个门的队长李雪芹都还没有出战 很明显何老师是为了保护成毅 特意让他缓一缓 换了第二道题目 牛郎刘娘 队长可以参与了 不过成毅还是慢半拍 所以何老师干脆就给他开了后门 说只要成毅没有说错 拿错卖货慢一拍都不犯规 在何老师的关照下 莲花楼队以微弱优势获胜 在玩321看这边游戏时 成毅的慢动作让全场笑翻了天 他的动作没做错 但就是慢半拍 何老师又来为他证明了 说成毅补慢 以他的速度这就是正常的 甚至成毅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头晃动动作 其他嘉宾都争相模仿 轮到成毅泼水时 一心想住要复仇的他 无论是该他泼水还是挡水时 同样都是慢半拍 明明搭档曾顺兮赢了 成毅因为动作慢 泼的水都被挡住了 气得他将杯子叠了一个又一个 终于在第三次他泼到了秦肖贤 但其实他是犯规了 因为他另一只手摁住了盾牌 丁程兮拿不起来 但大家对他都很宽容 在玩少侠好伸手游戏时 嘉宾们需要一边唱粤语歌 一边用指定动作规避橙色的歌词 成毅连游戏规则都搞不懂 何老师两次耐心地向他解释 但成毅一挽起来就错了 将本该规避的他还唱了众音 惹得全场哈哈大笑 莲花楼队第二次挑战 何老师关卫成毅刚才是太兴奋了 他其实是知道规则的 这一次成毅果然没有唱他 但他自作聪明 用N来代替 后半句要规避的歌词更多 成毅显得手忙脚乱 感觉身体跟不上脑子 太好笑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游戏每次挑战失败的队伍 都是接受一次电击惩罚 但从两支队伍的反应来看 很显然六个门队的奠击程度更大 莲花楼队明显减弱了 看来节目组对自己人更狠一点 对嘉宾却很有好 在玩最后一个游戏音调版杰龙时 何老师先给了莲花楼队一道简单的题目 就是说出古装剧的动物角色名 诚意唱的是莲花楼李莲花 又将大家整萌了 他显然是听成了角色名 何老师很坦然地说 我们反正也就偏心一整齐了 我们再给莲花楼一个机会 好不好 并自嘲是自己没有说清楚 因为李莲花只听到了角色名 何老师是多宠程一呀 或许是知道自己是游戏黑豆 所以程一很少上真人秀综艺 但你好星期六他却来了两次 因为这里有何老师 他很放心 而这一期节目的大半笑点 都是程一贡献的 对比在奔跑吧 被导演说都怪程一 程一在你好星期六却玩得很开心 观众也看得很过瘾 其实他的扬州慢体质 才是最稀缺的 但必须给他时间和信心 所以何老师对他偏心了一整期 网友们却为之较好 不过对于何老师来说 只算常规操作 他本来就是这么暖心的人 在对比近期沸沸扬扬的 李文控诉好声音事件 蓝台和芒果台对待节目嘉宾 简直是天壤之别 难怪芒果台能长胜不衰 何老师能如此受欢迎 因为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